本期影片将分享一位粉丝让我回测的策略 该粉丝是这样描述的 这个算法指标可以为你找到 每笔交易大约10%到20%点的大幅上涨 能够有效地跟随趋势 他希望我能回测一下在15分钟周期的效果 测试品种为 BTCSFSGBPCADR Card 那我们就根据他的描述进行回测 如果你对本次影片内容感兴趣 你只要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 欢迎来到交易研究院 本期将分享粉丝提供的 Trading View中最精确的买卖信号指标 该指标适用于外汇 股市 期货 贵金属 加密货币 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 我将在Trading View进行演示 这套交易策略涉及到三种不同的指标组合而成 指标分别为 Purbo Cloud Ema Differences Ground and Stochastic Indicator 平滑一同均线 指标链接会在下面的说明栏中列出 我们将指标的基本组成 进行简单认识一下 首先是Purbo Cloud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Purbo Cloud 参数把阶段修改为21 Alpha修改为1 样式只保留Buy和Sight Out讯号 这个指标使用了SuperTrend和成交量加全移动平均线 判断买入和卖出的时机 当价格超过上轨道时 且收盘价高于一个特定的移动平均线 出现买入讯号 当价格低于下轨道时 且收盘价低于一个特定的移动平均线 出现卖出讯号 接下来是EMA Difference Testagram Stochastic Indicator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EMA Difference Indicator 参数把EMA修改为7 EMA修改为45 Case Smooth修改为7 样式把颜色一修改为绿色 颜色三修改为红色 该指标的原理是 透过比较两个EMA的差异 将其绘制在直方图上 直方图的颜色只是 差异是否变大或变小 这将有助于确定趋势方向 当长条图变为绿色 且随机指标讯号灯为绿色时 这是多头头寸趋势状态 当直方图变成红色 且随机指标红绿灯为红色时 这是空头头寸趋势状态 最后是平滑移动均线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平滑移动均线 参数把周期修改为145 样式默认 平滑移动均线司马是一种常用的技术指标 用于衡量股价或其他资产价格的趋势 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价格的短期波动 从而更好地观察价格的长期趋势 当股价位于平滑移动均线之上时 表示价格处于上涨趋势 当股价位于平滑移动均线之下时 表示价格处于下跌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 平滑移动均线是一种延迟指标 接下来我将结合实力说明交易规则 并且让大家知道如何将这套交易策略运用在市场上 进入到交易规则 这是在加密货币 以太币对美元15分钟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须位于145平滑均线之上 第二Purple Cloud指标列印于一个BUT讯号 第三黑色光M指标的长条图变为绿色 且随机指标讯号灯为绿色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下方的摆动低点 盈利按风险回报比1比2方式来进行设置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进行空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须位于145平滑均线之下 第二Purple Cloud指标列印于一个SYL讯号 第三黑色光M指标的长条图变为红色 且随机指标讯号灯为红色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上方的摆动高点 盈利按风险回报比1比2方式来进行设置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再来看一组简短的例子 这是在外汇市场 应棒对加元15分钟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须位于145平滑均线之上 第二Purple Cloud指标列印于一个败讯号 第三黑色光M指标的长条图变为绿色 且随机指标讯号灯为绿色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下方的摆动低点 盈利按风险回报比1比1.5方式来进行设置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进行空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须位于145平滑均线之下 第二Purple Cloud指标列印于一个败讯号 第三黑色光M指标的长条图变为红色 且随机指标讯号变为红色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上方的摆动高点 盈利按风险回报比1比1.5方式来进行设置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接下来我将进行100次的石盘回测 入金金额为1000美元 对于资金控管 每笔风险百分比的交易总额为10% 盈亏比为1比1.5 这是以太币对美元15分钟级别图表里 回测日期为2023年3月3日至2023年8月1日 在这151天的交易日里 总交易次数为100次胜率为45% 收益率只有125% 连续盈利6次连续盈亏6次 静止曲线图 刚开始的阶段盈利增长缓慢 在测试的50次左右开始 静止曲线图呈直线上升 后半段回测比较严重 回测过程中发现Difference Instagram指标有时会错过行情 建议可以使用MACD或X指标进行代替 结合其他分析方法和严格的风险管理 以改进交易策略并提高交易的成功率 希望本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本期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